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这里说吧 那个摄影实际上是太重要了 我们在照片上看到天安门好像好威我呀 对吧 当时真到了天安门去了 不好看我不敢说 当时没有照片上那样对吧 好威我好威我 但是没有气候的人应该去看一看 我第一次到故宫 宇宙型的故宫感觉 我觉得 我那个时候是八十年代 我都还没有不过如此 因为我是个乡巴佬 对吧 到了故宫我觉得皇帝生活都好 好生死啊 这么多房生子呢 一个人哪用得那么多了的 气多了 我觉得也就是那么个样子 说实话 我觉得在那里生活也未比较好 但是他有些建筑的就是宏伟 北京的宫殿的建筑 你把泰国的宫殿的建筑一看就知道 北京的整个建筑显得非常的厚重 大派 你知道北京 你一直到哪怕现在的长安街 你到长安街一走下去就知道 还真的有大国气象 那种街道非常的开阔 他那些房子 尤其是那些老式建筑就显得非常的厚重 他不是整个北京的建筑不是以精巧著称的 他那些瓦 那些墙 那些宫墙 显得很厚重 显得很大派 他说 蓬莱宫去对南山 陈楼津津 萧汉奸 汉武帝 为了陈仙 用个很大 在一个大 一个甘子身上就有个陈楼盘 听到没有 陈楼津津 萧汉奸 大家再看看 希望摇台 将王母 东来紫棋 满寒冠 那是写的 大家注意 有人认为这是凤士 其实我和大家讲 这是叫大唐帝像 帝国 那在最强生的时候 到处是瑞气 仙气 听懂得没有 他写那个大唐帝国那种气象 有人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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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凤士当年的唐先中和杨国辉 你姓神仙 其实这个说法不对 这前面的六句都是写大唐帝国那种强盛的时候 那种皇宫的威蝇 为什么 为什么说 希望摇台将王母 东来紫棋 满寒冠 我和大家讲 他是一整个皇宫 笼罩之后 移成什么 瑞气 仙气 写得非常的神秘 我现在到了 你到了天安门 你就都不这么神秘 听懂没有 要一个农村的孩子想天安门 想毛主一号神秘 你知道吗 在这点上 我和大家讲 越到现代 这种神秘色色就越少了 美国比我们更少 要是他的领导人 实在是太平常了 又很窃益的接触 我们还 我认为还做不到这一点 你看上次我们中央电视台放 一个美国的孩子 问奥巴马 他居然在电视台放上了 他说 奥巴马总统 我要问一问你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美国人 讨厌你 对吧 我当时我就想 要是我们哪个小学的孩子 说我们的名道人 那就是惨淡了 你知听了没有 奥巴马说的 扔住了 一下子呆了 他说 还是有很多人 不讨厌我 对吧 对吧 因为他把他看成了人 不是神 他说 希望摇台 将王母 东来紫气 满寒冠 他写出了那种 有仙气 锐气 成祥的那种东西 好 我们再看看底下 那扑吉隆的理解比较好 在兜兜信简中间 扑吉隆说 大家看看 他说 金金紫气 瑶词等等 总为地金色色 莫上一层富贵华丽 那种神秘的色彩 他说 该以上帝高居 全先拱相为比 这个讲的是比较对的 其实对唐先生 我和大家讲 整个大唐帝国的人 对唐先生 有种非常矛盾的心理 听懂了没有 一方面唐先生 人家长得帅 又有才华 又风流浪漫 他正是把 在大唐帝国的时候 他把大唐的那种 强盛风流浪漫 在他身上 正表现得无以复加 开远之至 也是不得了的 听懂了没有 好 但是他老人家 也的确浪漫过了头 听懂了没有 最后想要把天下都搞丢了 但总结上讲 他是 我不认为他是个 反正我对他有比较好的印象 比较好的印象 我们再看看底下 就三四句 写当时的国家 曾经在一种 富有浪漫 幻想的美好氛围之中 导致的是 喜性 祥云 锐气 环绕着 在错误的宫殿 或喜气 强云的背景下 世人或当时人们 心目中间 最神圣 最尊严的皇帝 就出来了 你看 在前面是把他的气氛都红多的特别好 你看底下就来了 底下是什么 大家我们看看五六句 云以之为 开公善 日绕农民 施圣言 好神一样 皇帝上朝之前 那个野鸡 那个扇子 把皇帝的样子扎住了 听懂了没有 不然我在这里 我是唐贤忠 坐下来 他马上扇子就把他示火 听懂没有 然后那个皇冠以后 慢慢的扇子慢慢就打开了 皇帝的阵容就出来了 听懂没有 云以之为 开公善 慢慢开了 而且更要命的时候 这个上朝慢慢太阳出来了 听懂没有 日绕龙岩 死圣言 你恨我 你恨我 武汉人说的 你恨我 听懂没有 日绕龙岩 死圣言 写得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高 把我们皇帝 写得非常的庄严 神圣树木 真是写得太好了 写得太好了 写得太好了 云以之为 开公善 日老农民 失圣言 第七句 第八句 突然的反跌 跌到了眼前 前面六句 全部是回忆 是回忆 今生哪一句 故国平居 有所思 听懂没有 这是写朝礼 朝廷的威仪 突然反跌 以恶昌江 今岁万 几回心所 点朝般 说我老豆 当年也是三个朝的人 听懂没有 写得好可怜 听懂没有 以恶昌江 今岁万 说当年强盛的时候 我老豆 也是三个朝的人 我们看看 此事 表现对过去国家 强盛景象的失恋 包含着对国家 心塞的 暢网 迷茫和痛心 对自己眼前处境的苦闷 眼前处境的苦闷 是在哪一句 以恶昌江 今岁万 他的写法 与前面四首都不同 前面六句 他的歌调 博大 昌明 写得红利 熟目 激验起 成平时的 壮丽 欢乐 复胜 最后两句又写得极其的衰败 悲惨 因而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 过去越是样一种欢乐喜悦 越是显得富强壮丽 眼前的现实 就越是显得凄凉悲怯 他这只是用一种壮大富力的境界写一种悲凉哀怨的心情 这也是他在艺术上的一种成功的创造 这只是前面六句写得特别好 我和大家讲吧 这种四个 我们应该认证的抖一抖 我们现在很少有这种大手臂 巨大的实践和空间的垮斗 大家评到了没有 你看 蓬莱公雀 对南山 陈露津津 萧汉江 希望摇台 降网武 东莱子气 满寒关 云鱼之尾 开弓上 日饶农民 此生言 以恶昌江 今世以往 几回清索 点朝班 他写得特别好 那是写朝廷的瘟营 我们再看第六首 第五首就开始写 故国平居 有所思 故国平居 当年强盛的时候 手都是个什么样子 是昨天还是前天 我们的是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 对吧 是昨天还是前天 前天 我们的胡锦涛主席 一个讲话 对吧 点到清华大学 历史上的很多名人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我在微博上就写 我说很可悲的就是 这些名人都是民国时候的 十九年以后的都没有产生 八年清华 四九年到现在 快六七十年 在民国时候只有三十多年 他产生那么多大人 还培养了那么多 罗贝尔奖获得者 一次台湾的清华 也培养了那个 罗贝尔奖获得者 叫李远泽 我们这个七十年了 我们一个都没有培养到 不仅没有培养到 罗贝尔奖 第六的学者都没有 两旦一新的这些工程 全部是民国时期的 现在都没有培养到 真的 我在我的微博上 我就写 国家真正 我说清华百年 值得清主 更值得反思 最后结尾 我说我们只有清主 没有反思 真正的强生 我和大家 所谓的盛世是什么 不仅是说 有很宽的马路 而是它产生了哪些大人物 哪些 美国现在就是盛世 随便点一下 你看美国的那些大款 因为我们先说那亿万富翁摆在前面几十 他的所有的精英 那些大款富翁 全部是知识精英 比尔盖茨 谷格尔的那些家伙 还有英特尔的那些家伙 全部是那些家伙 我们的富翁 全部是皇亲国企 全部是什么 房地产的那些老板 真正的那些知识精英 一个都没有成为亿万富翁的 你就可以看我们和他们差别在哪个地方 那个差别还在哪个地方 我们的那些富翁 是拿到那种资源不断的浪费 捡一些鬼没用的鬼房子 三十年都垮掉了 他们的那些富翁 Google和那些微软 还有英特尔 都全部是不要资源的 听懂得没有 那个鬼微软 就一块博板 就是几千几千 对吧 他是不要资源的 我们这些富翁 我们是要浪费很多资源的 他们出卖的是知识 是智慧 我们是卖的裤子 卖的花生米 上次我们薄熙来 当商务部的部长就说 我们卖一条裤子才能买到你 你们一家回去回来了 你还要鬼叫鬼叫 我认为盛世 就是由那个名字 要有一种创造 我认为从唐太宗 一直到唐乡中 里开那种早期 早中期 那真的是我们明泽的盛世 产生几多人物 礼拔 杜甫 都在唐乡中手上产生的 我们这个时代 如果产生一个礼拔 或者产生一个杜甫 那就算盛世了 我认为 真的是这样的 一个都没有产生出来 我觉得这是太可悲了 我们再看看 他又是回忆盛世 就是故国平居 有所事 我把这所事讲快一点 取汤侠口 取江头 万里风烟 解树秋 花河家臣通玉气 芙蓉小院入边筹 株莲秀柱为黄河 金南牙墙 喜白鸥 何首可怜 带锅武帝 秦宗自古 帝王舟 他写这首方上又是第五 第六句 第七句开始怎么样 反叠 前面六句就写故国平居 他是写 当年的什么 渠江 风景圣地 你看 渠汤霞口 渠江头 万里风烟 解树秋 这真是巨大的空江垮斗 渠汤峡口是他现在的地方 听懂得没有 山峡 渠江头是在哪个地方 长安 他用哪一句来连起来 万里丰烟解寿秋 为什么解起来 他说都是在秋天 其实很简单 他说我们现在渠汤峡口和渠江头 都是这么样 万里丰烟解寿秋 大家来看看 这第六第五四句 稍稍有一点讽刺 但是比较轻微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花卧家城 花卧楼 花卧就是花卧楼 唐玄宗住新清空的西南 西南面将来这栋楼 西面其为花卧相会之楼 南面其为情政物本之楼 老实说 唐玄宗到晚上是有点不像话 听懂得没有 什么情政物本 他主要是搞得一个花卧楼了 好 我注意 并在开元二十年六月在大明宫走了贾城福道 和那个渠江的芙蓉院相通 为什么搞个玉宗 为什么 那个玉宗专门跟哪个走的 跟皇上到渠江去挽走的 大家注意 所以说花卧贾城通玉器 就是玉 就是指五帝王有关的就是他专用的通道 胡蓉小院入边筹 胡蓉院就是在渠江 小院入边筹 这里面稍稍有一点缝湿 但是比较轻微 主要是有大唐帝国当年的强盛 当时的奢华 那里的非常的美丽 入边筹 大家注意那个金圣炭这是个了不起的人 金圣炭的豆丝剪很重要 大家可以买的看一看 他说日气用于通字和等融合 边筹用于入字除人意外 先生至少不伤千巧 而要人心目如此 他这个评价非常好 他读得特别细 通字显得当时的渠江 幽静美丽 却投上了一层高贵的气派 入字是说 西北边筛的叛军 打破了人们和皇帝 喜游易落的安宁墓 是那样的愁然和意外 是马上再就不写编筹了 马上还是写当年的强盛 你看 珠莲秀珠为黄河 锦南牙墙 启白鸥 大家如果要想识一下皇城的气派 我觉得首先应该到北京去玩 我走过一些城市 最好玩的我认为还是北京 史诗求是的谈 可能广州人不是这样看的 对吧 上海人不是这样看的 但我认为上海自己没有什么玩头 广州我觉得也不那么好玩 广州最好吃 我觉得广州深圳 澳门和香港 吃得最好 可能失望我的胃口 我觉得这辈子没到那去吃 真是终身遗憾 对吧 那吃得真的是好 但我觉得玩也就是那么样子 北京我觉得比较好玩 而且街道 有可能我这个人 我不喜欢那种很自由的街道 我也不喜欢弯弯曲曲的街道 北京的街道好直啊 你知道吧 直跟直线的 给人感觉好好 一个北京一个长西安 都街道很直 给人感觉 武汉的街道就是严僵耳僵的 哎呀 弯弯曲曲的 七弯八管 反正我这辈子在武汉身后 我觉得很饿了 猪脸秀柱为黄河 金南牙墙起白鸥 实际到那种富贵 色滑的景象 猪脸秀柱 哎呀 到处是渠江的两面 到处是猪脸 到处是秀柱 那些鸟儿 白鸥 黄河都在那里起飞 金南牙墙是什么意思 那里面有船 那船上那些桂杆啊 当然它太夸张了 是金南是什么 是用什么做的 是用象谷生牙墙做的 那当然是它 就是非常富贵的景象 起白鸥 而且到处是一片什么呢 陈平安落的景象 金南牙墙 喜白鸥 第七句 第八句 突然的反跌 回首可怜 郭武帝 秦宗自古 帝王洲 哎呀 可怜啊 自古的帝王洲 现在一片瓦砾 到处非常糟糕 好 我们看看最后 我们看看这首诗 这首诗在绿书上 也是斗起斗结 开头横空而起 取汤侠狗 取江头 委屈极转 很有特色 圣石 孤武帝的环华 包含着 世人深情的意念 接受的时候 好像从填封中醒来 无限的低回往湖 勇谈有情 和上手一样 这首诗 他用了很多很多 华贵的意义上 他构成这首诗 那种富丽的境界 使用了一句 回首可怜世字 使这些富贵豪华 成了现实荒凉冷落的反衬 世人无限的痛苦 无限的惋惜 无限的悲伤 在这种反衬中 透露出来 再加上 在家回头看 看一看 这些富丽环华的 歌舞平生之地 正是使人胆战心寒 这首是 普吉隆的讲话 讲得特别好 我们看看普吉隆 又是他用文样文解的 这我把它讲完 我们就下课 他六章 就渠江 头写忘金华 是此愿意 为所思之二 所思之一是什么 朝廷上朝的威仪 记不记得 之二是写渠江 这些词愿 当着的 时事开头便带出奎州 法辩 取江 取他 取霞取江 相应万里 四句 勾索有力 勾索他用什么 万里封烟 解寿丘 他说勾索特别有力 甚便潜入丘字 为什么说潜入丘字 万里封烟 解寿丘 且提 潜入丘字 何等金结 终是 乃深邪 取江之 事变景象 莫以皆探 熟之 熟就是结束 终是一片 深清 异想之神 一不必为首简 说筛 说胜 是分分也 为什么说首简 就是四手的理解 说筛 说胜 什么意思 就是关于这首诗 到底是说心胜 还说悲哀 有不同的意见 分分真嫩不休 他说这首诗 是写圣堂的气象 主要是写圣堂的气象 但是他又有强烈的反谍 有强烈的反谍 潜潜意的潜注斗斯 他说 猪脸绣柱 是指楼地幕僚子 颜幕子烟花 金兰牙墙 是指水系照照子炫耀 总之 是指圣堂时候的欢乐 细华富裕 我们下一次 我们再讲他的七手 第八手 我再顺便说一下 秋心八手 都要求大家背 都要求大家背 好 下课 谢谢大家